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星期的开始 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太一样的 周末的时候呢 连续两天 那么暴增的确诊人数 尤其是本土的确诊人数 180人 然后再加上206人 那么这样的数字呢 可能会造成真的很大的一个恐慌 好 先稳住自己的心情 然后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呢 尽可能的做好 那心理的恐慌是很难消除的这个压力呢 总是存在在这个地方 但是能够多做一步的话呢 对自己 对周边的人 其实帮助都非常的大 好 这个一定要先用正能量 来迎接一个礼拜星的开始 今天早上呢 如果是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们的话呢 真的建议早一点出门 因为他在很多的地方 他势必会设下很多很多的检查 不管你是要搭这个捷运啦 或者是如果要自己开车 那注意的话 我相信今天开车的人数会非常的多 交通会一定非常的混乱 然后呢 停车位一定也不好找 所以呢 越是能够提早出门 越能够从容的应对他 而不会在很多的情境之下呢 慌乱之间呢 反而少了一些防护啊 这边呢 是真心很诚意的提醒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呢 多云道的情期 各地还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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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热 那么要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呢 会有一波微弱封面接近台湾 北部地区呢 会先受到影响 北部地区有机会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 不过这一波微弱封面呢 它到达台湾的时候呢 看起来这个整个的威力已经减弱 那么所以能够带来的雨势 恐怕相当有限 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呢 那么中部与北地区 受到这微弱封面的影响 转为可能有雨的天气状况 那么整个的封面影响的时间呢 就到这个明天 好 那到礼拜三 就礼拜三呢 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之后呢 再转为高温炎热的天气 好 那今天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或短暂了一阵雨 降雨几率30% 主要是傍晚的时候呢 会出现了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都是零 然后白天的温度呢 中部地区是28到34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6度 东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澎湖地区降雨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那么只要是近河谷 近山区的地方 都有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高温 昨天呢 那么台湾已经出现了 39.8度的高温 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台南 花莲 台东 28度 高雄29度 宜兰 澎湖 27度 今天还是很热 要等到傍晚过后呢 北部地区呢 才有机会飘点雨 然后来降温 明天呢 有机会转回相对不稳定的天气状况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四大指数全数上涨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60点 收盘指数是34382点 涨幅1.06% 纳斯达克上涨了304点 收盘指数是13429点 涨幅2.32% SNP指数上涨了61点 收盘指数是4173点 涨幅1.49% 费城半导体大涨了87点 收盘指数是2981点 涨幅高达3.02% 五大科技天王呢 是全数上扬的 那么苹果上涨了1.98% 脸书上涨了3.5% 阿发贝上涨了2.21% 亚马逊上涨了1.94% 微软上涨了2.11% 至于台股的ADR呢 也是全数的大反弹 台积电的ADR上涨3.41% 红海的ADR上涨3.58% 而日月光的ADR上涨了5.5% 联电的ADR上涨了0.59%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1.4% 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也是上扬的 那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55美元 每桶报价65.37美元 涨幅2.43%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6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8.71美元 涨幅2.48% 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2.25美元 每普社1586美元 涨幅0.14% 至于黄金的部分呢 则上涨了14.1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38.10美元 涨幅0.77% 那么白银上涨1.13% 而纽约的铜的期货呢 则是涨多了拉回 下跌了0.77% 不过白金的部分继续上涨了1.05% 那至于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下跌了0.5个百分点 来到90.317 接近了90的关卡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数码百分比价指数 上涨了80点 涨幅1.15%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96点 涨幅1.54% 德国凡科普指数上涨了216点 涨幅1.43%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呢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美股呢 在上个星期五的上扬 其实跟美国在周末的时候 就上礼拜五呢 所公布的4月份的零售销售报告 不如预期 其实是有关系的 好现在的情况呢 都是非常诡决的 就经济数据越糟 其实股市反而越涨 因为呢 经济数据糟就代表了 联准会短期之内 它是没有办法减少 它的印钞票的速度 所以呢 现在市场的解读 很简单 经济情势公布的数据不够好 那就代表联准会要继续印钞票 股市就可以继续的涨 美国呢 上个礼拜五所公布的 4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字呢 那么意外的 跟3月份相比 零成长 当然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度成长 因为去年的基期真的太低了 那么年增率高达51% 但是呢 月增率就4月份 跟3月份相比呢 零成长 原本预期可能会成长1.1% 但是呢 其实3月份的这个基期就真的太高了 3月份呢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呢 通过了1.9兆的纾困方案 然后接着呢 发了1400亿 每一个人呢 就是只要这个所得在一定规模以下的呢 那么每一个人 1400美元的纾困支票 这个纾困支票 在3月份拿到之后 很明显的创造了消费热潮 但是呢 到了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 看起来这个热潮 已经出现了 这个消退的状况 零成长 而且呢 如果扣除掉汽车后的零售销售比呢 越增只有百分之零 反而是越减百分之零点八 如果把汽车跟汽油都扣除的话呢 更是越减百分之零点八 显示呢 除了汽车 还有因为油价的上涨 所带动的这个消费的增加之外呢 一般产品的消费 反而是减少的 好 这个是呢 4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 那么这里面当然就凸显出 整个现在经济情势呢 似乎诡决的地方 那么 当然现在的通膨预期 其实还是非常的高 根据彭博社 他呢 去调查 71位的经济学家 然后呢 去调查对于未来 这个整个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测 结果呢 包括对于今年第二季 第三季第四季 以及明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的通货膨胀率呢 都大幅度的上修 第二季呢 估计从原本预测的3% 上修为3.8% 而这个第三季第四季呢 估计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膨率呢 也会大于3 到了明年第一季 这个通膨率会降到3以内 但是呢 仍旧大于2 所以呢 这个通膨隐忧 确实存在在这个地方 而上个礼拜五呢 对于一般消费者 刚刚是对经济学家 对于一般消费者的调查 这是密基根大学呢 所做的消费者信心调查 它的信心往下降 往下降的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担心通膨 那么消费者预期 未来一年通膨率 最高 其实上看到4.6% 所以呢 消费者 他比这个学者专家 似乎对于通膨感到 更加的焦虑 好 这个呢 是我们所看到的通膨疑虑 那现在呢 美国他因为疫苗施打的进度 非常的顺利 那么估计呢 全美呢 已经打了一剂以上的 那超过了六成 当然一剂还没有完整的保护力 要打两剂 但是呢 已经使得他们的确诊率呢 大幅度的下滑 现在呢 这个迈向全面解封的几率 大幅度的升高 几个很重要的迹象 包括了纽约地铁呢 搭乘的人数呢 已经达到了220万人 来到了2019年的高峰 而全美机场的搭乘人数呢 也超过了170万人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大量 那么已经有28个州 要全面重启经济 有29个州 非必要的商家可以重启 有22个州 完全不需要戴口罩了 好 这一些消息呢 都使得包括了航空股啦 还有一些餐饮的一些相关的行业呢 它的价格呢 它的这个股价呢 是上涨的 好 那么这个 不过呢 现在呢 美国 这个美国的经济状况 现在要看的是 还是它的消费者 到底意愿如何 刚看到4月份的 这个消费者的 这个零售销售数字呢 跟3月份相比 是零成长 那接下去还能不能够持续成长 经济学家很乐观 因为觉得呢 那么累积的这个储蓄呢 可以带动这个 带动所有的消费者呢 大量的 不断的 不断的增加它的支出 但是呢 美国现在传出来 至少18个州 现在打算要停发 失业的救济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那么现在呢 美国现在面临的是 找不到工人 那因为找不到工人的 缺工状况很严重 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呢 政府发放救济金 所造成的 所以至少18个州 打算要取消 或者下修联邦救济金的发放 这会不会影响消费意愿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呢 其实有很多的 美国的这一些 零售销售的第一线 包括了星巴克啦等等的 那么现在呢 都在调高他们的 这一个 调高他们的这个工资 然后希望能够 吸引更多的 这一个人来这个上班 那么这都凸显出现在 通膨的疑虑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 在亚洲最担心的 就是疫情紧绷 不只是印度 日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宣布把北海道跟钢山 还有广岛都纳入了 紧急事态范围 使得呢 他们紧急事态范围的区域 已经扩大到 九个都道府县 那么这是日本的疫情 在扩大 而新加坡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也宣布 全国恢复封锁状态 一个月的时间 跟香港之间的旅游 泡泡呢 也取消 这些都凸显出亚洲 现在疫情升高的 一个这个情势 那么当然对于 经济的发展会有影响 现在呢 亚洲呢 面对的是两个情势 一个是疫情升温 另外一个呢 是原物料的飙涨 它对于新兴亚洲的影响 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呢 是彭博资讯 他们呢 所做的调查 那么以这个 各个地区的人们 他们在这个消费的时候 花在原物料上面 占他所得的比例来看的话呢 新兴亚洲跟非洲最高 那么欧洲 欧洲跟美国 相信之下偏低 所以这个原物料价格 不断的飙涨 对新兴亚洲的影响 其实是最大的 好 那么我们接着 原物料就来谈的是 中国大陆呢 为了要减碳呢 那么要求所有的钢铁产品 必须要停止成长 但是呢 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那么中国大陆呢 所公布的 粗钢的这个产量 五月份上旬 粗钢的产量呢 年增率将近百分之十八 还在大幅度的成长 然后使得大陆的官方呢 出面 然后呢 这个生产钢铁的重镇 唐山市 那么他们说要约谈 所有的钢铁企业 这件事情呢 带的上个礼拜五 那么大陆的所有的 这一个期货当中 黑色系就跟钢铁有关的 不管是煤啦 焦炭啦 还有包括了很多的钢铁的 这一些原材料 那么通通都 期货价格大跌 那么这里面呢 可以看得出来影响 后续的钢铁产业的影响 要注意 好 不过陆港股的部分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是大涨的 上阵综合指数大涨了60点 收盘指数3490点 涨幅1.77% 深圳城市大涨了291点 收盘指数是14208点 涨幅2.09% 香港恒生指数大涨了308点 收盘指数是28207点 涨幅1.11% 好 那么接着呢 就要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股呢在上个星期五 好不容易出现了止跌反弹 上涨了156点 收盘指数15827点 涨幅1% 成交量萎缩到5105亿 不过OTC呢 反而是没有办法延续 礼拜四的反弹 那么开高走低 最后呢 只有小涨了0.02点 不过在周末的时候呢 礼拜六礼拜天两天 所公布的这个确诊病例 就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数呢 将近400人 那么对市场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昨天呢 这个财经部会 还有行政院 以及总统府呢 召开了临时的会议 那么今天呢 国安基金呢 要全面的备战 外资也列出了三套剧本来因应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